可是市场也是不管一片是买气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Jay刚来替我们分析一下股市的前景 Jay 欢迎你 大家好 周杰姐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周五美股市继续上扬 科技股领涨 在昨天的三大股指里面是涨跌 互建 道琼斯 标普 百都稍稍下跌 但是纳斯达克是一支独秀 这里面是NVIDIA 它 play了very very important role 今天再度又是如此 我们先看一下全盘的成绩 节制收盘在周五道琼斯上涨337.65 那它的这个上涨的波是非常的大的 纳斯达克是上涨了277.59 标普百上涨59.59 那这个点数都是超过了1%以上 看看一个礼拜 道琼斯本周下跌0.95% 标普五百上涨0.37% 纳斯达克上涨2.53% 点数是一周上涨319.68 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在这么成熟的公司像NVIDIA 它在前天盘后爆业绩 盘后是上涨24% 这个它跟AI已经是根深蒂固的 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技术的这个角度 那我们请J来替我们讲一下 这个礼拜为何纳斯达克 除了NVIDIA的原因之外 SMH它的半导体的ETF也是上涨了超过7%了 为什么会这么强劲 那么一直有人说 高科技股7支重要的股票涨得太多 就表示它要下来了 所以这个话您同意吗 不同意的话您的理由又是如何 那好的 首先的话呢 大家应该知道我对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就是一个坚定的去看多的 而且那分大指数呢 我们要预计要往前提高点上去看 对吧 那么从当前的整个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股 这个日经指数的话呢 已经创出了新高了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现象 那么其次的话呢 我们换做在这个美股的市场来看的话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道指的这个表现的话呢 略逊一筹 本周是下跌的 但是呢 标普和纳达克指数呢 则是一板常态 继续的向上去进行推进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之前市场在不确定性很大的这种前提的时候呢 这个资金我们是一直往道指上去转移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标普也好 纳达克也好 他们的这个走势的话呢 已经开始 步入到这种右撤股的这种 长情节奏当中来了 那么自然而然 这个资金的话呢 就会从这个道指转移到这种 转移到这个科技板块或者是标普500当中来 所以说呢 目前我们尽管本周的话 在那指数呈现出一个长连互线了 但是对后期的这种 大盘的这个发展还有影响的话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一个暗示的作用 反而的话呢 更加的明显的看出来 我们接下来所要进场的这种节奏和策略的话呢 仍然是逢低去介入 只要短线上市场要下跌的 出现那种下跌的行情的话呢 这都是给我们这个多方一个买进的一个机会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对于科技板块 纳指的话 我们已经是打破了五月的魔咒了吧 我记得在四月底的节目的当中的话 我们还就这个Selie May Workaway 我们还做了一 还专门分析了一下 是是还有一点小小的矛盾 between you and me 对 现在的话呢 从结果上来看的话 那么科技板块一根大阳线冲出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Selie May Workaway的话呢 它的这个总是根据这种 多年来这个统计学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吧 但是呢 并不是说适合适合每一年的行情 所以说呢 对 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日后的操作也好 对 还有趋势的研判也好的话 我们尽量的去这个遵循这整个这个趋势的发展 你像五月份涨幅的话呢 涨得非常的多了 那么六月份拆局的时候 或多或少还会出现短线上的这个货率回处 向下修正一下这个短线上超买的这种节奏 是 那如果有向下修正是否是进场的好时机 是的 就是进场的好时机 我们可以继续的封低去介入 因为整个的一个大盘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呢 我们之前在上个礼拜所要所提到的 我们往这个今年的这个往去年的三一月份的这个高点上去看 其实呢这个都是比较保守的了 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呢就是可以把这个目标点位呢向上去修正 修正到前期高点 那这样的话呢会方便这个进一步的去突破40007去站稳40007而且继续的创出新高来 所以说呢从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性或者是一个大的picture来看的话 我认为标普的话呢创出新高甚至会测试到5000点 这都是可以发生的 哇我要欢呼了听到标普5005000点 对所以说周小姐的话呢你就坚定的去持有这个多头吧 好OK再看一下啊 那当然最近这个府院两方面的他们就国债的上限的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抑制的这个看法 那么根据Janet Yellen他对外宣布 他说再过两天就有一些国债的上限要到齐了 避免政府机构停摆 一定要在这个长周末还要有重要的人士在互相开会来疏通一下 到目前看起来是共和党他们已经同意民主党 说在国防预算上面啊 不可以增加那么多 那双方就在国防预算上面是稍稍有所妥协 也有人说最快的话在两天之内就会达到初步的协调 那这个事情呢也也也同时说这次要把国债的上限推高 可能要维持两年就是要到2025年那个时候 至少两年之内就不要再闹腾了 关于这个事情呢 大家都心里面觉得说好紧张 但是又知道绝对会解决的怎么能让美国政府停摆 并且这个事情已经半个世纪都是这样子了 老是在搞这些事情 但是华尔街并不喜欢这种现象 所以在上个礼拜开始是波动性比较强 这个礼拜呢是纳什达克上涨的很多 道琼斯是小跌 那标普500是小涨 OK那现在就看他们服怨两方到底在这个长周末会不会还有新闻发布出来 好那我知道这对于现行上面是分析的非常的非常的巧妙 那我们就SMH先来看一下 那看一下他这个半导体的ETF SMH连续两天上涨 今天再度上涨了5.1% 昨天是跳空上涨了6.86% 就是因为NVIDIA他报的业绩很好 也带动了其他的半导体的股票也都上涨了 看一下SMH他会不会涨得过高 请看看 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SMH的话呢 其实要突破前期高点的 那么前期高点的话呢 大概是在156元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短线上我们本周 或者是本月的出现这种行情的话呢 就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行情 而且呢是放量突破的 说明呢 整个的一个这个趋势性的这种行情的话 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暗示的接下来的大方向 仍然是可以稳步向上的 那么对于纳斯达克和标普500的话呢 就目前当前的这种节奏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波段的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呢 还没有发生整个这个波段的一个 一个发展性的一个行情 哦 哇哦 好 对 所以说呢 如果说整个的一个大的一个周期行情出现的话 那我相信SMH的话 一定会突破156元的一个高点 然后呢就 你的目标应该会放在200到250元附近吧 嗯 其实现在看起来买一个SMH 买半导体的ETF要比买个股像NVIDIA啦等等 要比像买个股还要便宜了 时间的问题我们现在先稍作休息片刻 近两分钟广告 回来再跟大家谈一谈最近热门的几只股票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范宇集团总裁Philip Ho 讲解设立生前信托和遗嘱的比较 并介绍范宇集团生前信托服务的特点及优势 德利洋地产资深卖方经纪Audrey Sun 回顾湾区5月份房市持续攀升的情况 分享高端房产现有的市场状况 展示在售的好房产 以及Summer Splash的内容 5月27、28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GMCC万动贷款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项目 不需要任何收入相关的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信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高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学生签证EAD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都一样 欢迎致电 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 降马 2013 GMCC万天贷款 系统最具规模的华人 Declender 目前推出无债务收入项目 30年固定6.875 APR7017 无债务收入的要求 不需提供报税 不需提供收入info 自助防试用 外国人身份一样享受同等利率 不要求信用评分 if not available 详情至网站 gmccloan.com 电邮 info at gmccloan.com info at gmccloan.com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bcmedia.net 每晚7点到8点 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24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呢 请记住登陆sb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播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Persino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朱丽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血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 朱丽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药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丽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 小台北PLUSA附近 约约电话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Jay你好 大家好 东小姐好 最近的投资人 多半都问 J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什么股票好 是不是 在问各股方面是吧 是的 大部分的话还是倾向于个股 但是一些保守的投资者的话 他们还是注重于整个的一个板块 ETF 虽然这个投资 虽然这个回报率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从风险上来看的话 还是适合于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的 因为毕竟一些投资者 他们资金量也都是很大的 那么也不至于说把所有的这个这个子弹打到这个单单单为单独的一只或两只股票当中 对 好的 我们现在来看几只这个礼拜最热门话题的股票啊 第一个先讲讲美国的Microsoft MSFT 今天再度上涨 上涨的幅度是2.09% 收市价格是332.73 请分析Microsoft 好 微软的话呢 它的目前也是要接近于前期的高点 346元 然后呢 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连续三个月吧 向上的拉升 局部的话呢 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这个超买这种节奏 不过逢低的话呢 仍然是可以继续介入的 短线的支撑呢 在325元附近 OK好 Microsoft的讲完了 来看一下最热门的股票就是NVDA了 NVIDIA 昨天是跳空上涨 今天一点都没有缓和下来 今天再度上涨2.6% 价格来到了389块6毛5 请评论 好的 那么昨天的高点的话呢 在395 然后呢 今天的这个缩款点呢 在389.5 说明了整个的近期的一两天的波动区间的话呢 就是在周四的低点 370元到395元之间来进行波动的 那么这档股票的话呢 它是受到了一个业绩的影响 这是其一 第二的话呢 是因为当前的一个热点的话呢 就是AI的热点嘛 那么NVDA和这个AMD的话 早在几年前 他们的一个热点的话 行情发生热点 是因为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挖壮 那么需要大量的这种显卡 引发的这种行情的一个爆发性的行情出现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比特币的热度的话呢 已经淡去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热点呢 又回到了 回到了AI AI的发展 说明整个的一个市场当中呢 只要热点存在的话 那么相关的这种板块 还有个股 还会持续性的发展 所以说NVDA的话呢 弘地继续的介入吧 好的 下面看老牌的半导体的公司 Intel INTC 他昨天并没有上涨 他上涨是今天 上涨的非常多 5.77% 价格是28块9毛8 YSO 为什么他是最后上去的一只股票 并且他今天上涨的多 那他以后呢 好的 那么INTC 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看到了 本周收盘的时候 是形成一个较长的 一个下流线 那么这个行情呢 是得益于今天的一个 反弹行情出现的 那么这个行情的话呢 算是一个超级反弹 因为我们昨天的话呢 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 但是今天的话呢 已经被回补过来了 然后呢 借助着短线上的一个 一个市场的一个热点吧 所以说INTC的话呢 我们暂时把阻力呢 放在33元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我们保守一下 仍然是放在27.5的 这个位置上 因为呢 对于下周的行情呢 是5月底和6月初的一个过渡阶段 那么对于整个5月份呢 个指数又是一个涨势非常不错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呢 短线上的话呢 或许会有一个一定的这个货率回储 那么这个货率回储的话呢 对于INTC这种比较走势比较弱的这种股票来讲的话呢 有可能还会测试这个短线上的一个低点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把这个支撑呢 就暂时关注 放在27.5的这个位置上吧 好 讲完了Intel 现在来看一下 他们的CEO AMD 他跟NVIDIA的都是表姐妹 优秀的女子 好 现在看一下AMD 他也是两天都是跳空上涨了 上涨的幅度也很大 价格来到了127块06 AMD请评论 好的 AMD的话呢 行情仍然是 本月呢 都是一个突破 放量向上的一个节奏 突破点的话呢 是在101元 目前的话呢 已经是可以确定了 已经是真正站上去了 前期的高点的话呢 在160元 我们往160元这个去看吧 然后呢 短线上的一个支撑点位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条区 这个短线上的支撑 我们就放在118元附近 OK 谢谢 好 接着来看一下 在明天 在明天 由NVIDIA 他的CEO 和Supermicro的CEO 两位 他们要来联合 做一个线上的一个讲座 那 SMCI 也是非常明显的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 只做AI的公司 他是做Total Solution 但是不可否认 他在2023年的股票 是爆发的 是一支胜利股 今天收盘是达到了 221块5毛8 请评论 SMCI 好 SMCI的话呢 从本月的这个行情呢 这是一个 这个涨幅呢 非常的大 那么已经是 从100元附近的价位 一路的涨到了 今天收盘220元 所以说呢 短线超买了 然后呢 键量不要去追高吧 然后呢 支撑的话呢 我们就暂时的 放在208元吧 这是短线上的一个支撑 好 那您觉得现在的市场 是应该乐观而谨慎 是吗 好的 那么由于呢 我们做节目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是在5月底 所以说呢 我们稍微的 这个谨慎一下 这个谨慎的话呢 并不是代表说 大家呢 就要清仓手中的股票 反而的话呢 这个谨慎是仅限于 手中股票 由短线上 有一定的这个获利回处 大家呢 找支撑点位 可以继续的逢低去介入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因为整个这个波段呢 还刚 因为刚刚开始 还没有结束呢 所以说呢 像后续的话 还有发展的这个空间 所以说呢 我认为仍然是 buy and hold 然后呢 我们继续的看各种数的新高吧 好 跳出半导体 现在来看石油股 看一下 它是一个零售 retail的 卖油的这个加油站的总公司 是算非常大的 那它今天是小跌了0.38% 它的现行 我要它就是走自己的路了 看看它近期的前景 带号是能给我一下吗 CVX CVX Chefran 哦 CVX 好的 那么对于 这档股票来讲的话呢 它是在这个底部 软期的底部 来进行一个盘整的 保守一下吧 支撑的话呢 我们暂时放在 151.75 然后呢 阻力的话呢 我们暂时放在 157吧 暂时没有单边的一个行情 OK 下面问到的是 七大高科技股之一的Google GOOG 上涨几乎1% 125块4毛9 跟其他很多高科技的公司来比 Google现在单看价位 当然我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说法 还不算贵 好 请评论 GOOG 好 GOOG的话呢 前期的高点是在 122.5 目前呢 已经是突破上去了 然后呢 我们再观察一周吧 那么在加一周的行情当中 我们仍然是可以关注 122附近的一个支撑 因为短线上突破上去的话呢 或多或少会出现 一个这个回踩的一个节奏 所以说呢 趁着这个回踩节奏的发生 我们可以逢低去介入 然后目标的话呢 我们暂时放在150元 OK 好 今天时间已到 非常感谢J 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加J的微信号 是JAYGENG001 再说一次 JAYGENG001 谢谢您的评论 我们下个礼拜再看看 6月初的股市行情是怎么样的 感谢您 祝你长周末愉快 J拜拜 好 祝大家投资愉快 长周末愉快 拜拜 好的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问 GMCC万动贷款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项目 不需要任何收入相关的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信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高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学生签证EAD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都一样 欢迎致电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 降马2013 范宇集团总裁Philip胡 讲解设立生前信托和遗嘱的比较 并介绍范宇集团生前信托服务的特点及优势 德利杨地产资深卖方经济Audrey Sun 回顾湾区5月份房市持续攀升的情况 分享高端房产现有的市场状况 展示在售的好房产 以及Summer Splash的内容 5月27、28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谢股销售冠军德利杨地产 请勤奉上233 Park Lane Asiton 1.31英亩 讲高奢定制生活 六房八全域三半域 14200平方英尺 要价4990万 1932 Emerson Street Pala Auto 经典情怀融合美丽生活 六房六域 5310平方英尺 占地1万平方英尺 要价1165万 详情请致电德利杨650-785-5822 650-785-5822 Max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房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快速到位 Yes!Max Real 走过无尽的辉煌岁月 伴随无数个昼夜变换 宝鸡Queen of Naples 日夜显示晚表 手工捐客表盘 搭配铺箱钻石表圈 见证纳布勒斯王后的优雅典范 经典传承 百年公益的辉煌历史与俊雅情怀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GMCC万动贷款资深贷款经济 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项目 不需要任何收入相关的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信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高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学生签证EAD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都一样 欢迎致电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降码2013 亲爱的听众朋友 让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访谈的嘉宾 是范语集团的创办人 Philip胡胡振国先生 Philip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湾区朋友大家好 湾区的朋友想要听一听 在范语集团创办人今天所讲的生前信托 主要的功能是做什么 因为这一个板块是我们矽谷湾区的朋友 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我们就来讲一讲 我们为什么要开生前信托 大家都在做 我们就要做 它的功能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需要好吗 我们这几个月在全美50个州 开启提供生前信托的服务以后呢 我们接到了很多的increase 所以我在这边呢 也跟大家用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范语财经报或TransglobalTV底下 我们有个专门讲传承跟信托 将近20个3到5分钟的video 在里面有做很多的介绍 那我先来谈谈 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就是所谓可撤销信托 那可撤销信托的重点就是说 从信托的设立人 管理人跟拥有人都是自己 而且他的tax id 还是自己的social 这是一个特色 就是我不管从tax id到设立人 管理人永远都是我的话 其实他就像替自己 另外取了一个名字 或者我们另外取一个分身 其实我们任何时候把财产放到生前信托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其实我没有做任何财产的转移 只是我把我用第一个名字的财产放到第二个名字 因为生前信托就等于我第二个名字 或第二个分身 其实他还是代表我 他主要的工作呢 是因为他来是解决遗产验证的问题 还有根据自己的心愿做财产的分配 当我们过世的时候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并不能帮我们解决法律诉讼 或解决遗产税的问题 但是他主要的帮我们是 第一个就是要解决遗产验证的问题 那很多人我就来跟大家复习一下 很多人都听过遗产验证 那遗产验证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人过世的时候 以州的法院为单位 由每一个财产所在地州 每一个州都有经过这个遗产验证 由州法院指派律师来结算你的财产 来看看你欠多少钱 当结算好了以后 按照顺位把财产转移到下一个继承人的话 这个过程就叫遗产验证 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最大的缺点是 第一个又花时间 通常要18到24个月 第二个又花钱 光验证的律师费 就是你总资产的2%到5% 所以你有2000万的资产 但有1000万的贷款 它是按照2000万的2到5个%来打 通常大概就要打50几万的律师费 还再加其他的费用了 然后第三个 你所有的资产就变成公众的资产了 所以公开的record了 后都被人家发现了 是任何人都可以到 County Recording Office 都查你身前有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遗产验证要怎么避开 有什么资产需要经过遗产验证呢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讲的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只要把不需要遗产验证的资产 都讲过了以后 剩下都要 好 所以呢 只有两种资产不需要遗产验证 第一个就是说 你是一个合约所拥有 有指定受益人 比如说你的retirement plan 你的人数保险 你的年金都是 本身是一个合约 有指定受益人 可是你的自己住的房子呢 你投资的房地产呢 你用LC来投资房地产呢 或者你的证券户头呢 或者你的公司呢 或者你的银行户头呢 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话 通通要经过遗产验证了 哦 所以呢 需要经过遗产验证的资产 是不是特别多啊 那么如果把自己的产业啊 不动产的部分放到生前信托 就不是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咯 是 是好的主意 不是 因为你不放在信托 你就要经过遗产验证 你把你的胎头换成信托的话 因为信托本身是一个合约 有指定受益人 所以就不需要经过遗产验证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打 比方说 我所有的财产 如果需要遗产验证的财产 放在我名下 就需要遗产验证 如果我create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就叫生前信托 把我的产权转成 这个我生前信托的话 就不需要经过遗产验证了 所以生前信托 第一个目的是 就是要 因为可以解决我遗产验证的问题了 是 所以呢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光 我最常见的一个错误 就是你设了信托 但是忘了把财产转进去 还有这种事情 这个常常发生 哎呦 常常发生 第一个忘了转货的 你转进去 过一段时间买卖买卖买卖 就忘了用直接用生前信托来做了 所以这个是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而且在加州 只要你需要遗产验证的资产 超过16万2500块钱 就要结果遗产验证 嗯 这是总资产哦 这么少啊 北加州你有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房子 总价超过低于16万2500的 我大概一个detach的车库都比这个价钱要高 你如果找到通知我一下 我赶快去 你赶快去买 我先留着自己用 所以呢 常常有人问我 你什么样的资产应该经过遗产验证 需要做生前信托 我说只要你需 你只要有一个房地产 是不是就应该经过遗产 需要生前信托了 对 对不对 还有外国人来美国买房子 是不是也会有遗产验证的问题啊 应该是有的咯 所以都应该都从这些方面 光从遗产 避开遗产验证的角度 就应该所有有资产的人 超过需要遗产验证的资产 超过16万多的话 都应该就要做生前信托了 那一个银行的account超过16万5 都已经要做生前信托了哦 是 除非在银行的户头的话 你可以去再填一个叫 POD叫pay on death这个form 一般银行都不一定会主动给你 去问银行要 说你如果不放在信托里 你至少要把他填一个叫POD这个form pay on death Pay on death 对 然后brokerage account要TOD叫transfer on death 哦 如果你这两个form没有填的话 这些资产超过遗产验证金额 都还需要经过遗产验证的 如果是POD或者是POD的话 TOD的话 那是不是有死后多久 就可以做这个动作呢 没有 他就是说你这个户头有吃一个合约 你有指定受益人你可以不经过遗产验证了 哎呦 哦 怪不得银行不会主动告诉自己呢 或者说他们一般办事情的人员不太懂得这些事情 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嗯 这个太重要了 是 那其实所以在美国 其实升线信托比其他国家法律好太多了 所以在美国能够做升线信托 真是我们分lucky的事情 为什么 在中国把信托打包成理财商品 嗯 所以他们常常讲信托理财 其实他们是把理财商品 包一个信托就叫信托了 嗯 所以我常常碰国内人不太懂得信托人 都问说哎 你们的回报是多少 嗯 那信托哪跟回报有关系 没有关系 嗯 然后呢台湾的话 他信托法也不健全 国内法信托法也不健全 香港新加坡跟离岸 他们主要是不可撤销信托为主 而且他的信托管理人都是 必须是法人 必须是像机构法人 所以的费用就很高 所以在亚洲一般觉得设信托 哇你要多高大上的事情 你要多少资产才来设 其实真的不是 因为他们讲不可撤销信托 需要很多管理费的 甚至在加拿大 连设一个生前信托可以避开遗产验证的话 信托管理人都不能是自己 所以费用也很高 只有在美国 信托管理人可以是自然人以外 还可以是自己 连他的税号就是自己的social 所以很简单一个概念 做一个生前信托 避开遗产验证 而且只是左口袋放了右口袋 你并没有做到任何财产 转移或赠予的动作 还是自己 只是你换一个名字而已 等于说我这个 Fillip湖今天就多一个叫Fill湖的概念 我的text ID一样 什么东西还是我的 或者我create另外一个分身 其实这个生前信托就是 按照自己这样子做了 所以这个光从遗产验证的角色来讲 生前信托就该做 你只要有房地产的 不管你是美国身份 还是外国身份都该做 那第二个重点是说 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 做财产的分配了 所以大家有这个概念以后 我们常常由这样的来讲 就可以来讲说 我们常见的一些误解 一般来讲 生前信托可以避开遗产验证 保护隐私 安排传承 而但是有多少资产呢 其实你有房地产就该做了 然后呢 在做完生前信托以后 下一个就是把 现在外在信托外面的房产了 股票账户了 公司了 还有房地产的LC 是不是都应该放了信托来 应该是 生前信托就像我一个大的控股公司 我的自己住的房子 公司LC 我的证券户货 银行户货 都改成我的信托来做的话 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只有第一次 需要这样的动作 以后 以后做好信托以后 你以后再去开户头 开公司 或者去买房地产 开LC 直接拿你的生前信托取代你 你等于用你另外一个名字 去做这些事情了 是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生前信托的一个基本概念 等我们回来以后 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 生前信托 常常见到的一些误解 或常常应该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 好 其实这样听起来 几乎每一个人都需要 有一个生前信托 跟着自己走 并且只要在自己的行为能力 没有丧失 智力没有丧失 在自己很有活动范围 在自己的家族之间 有任何的变化的话 都可以去做update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是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d game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 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礼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Bell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点 408-983-2688 范宇集团总裁 Philip Ho 讲解设立 生前信托和遗嘱的比较 并介绍 范宇集团 生前信托服务的 特点及优势 德利昂地产 资深卖方经纪 Audrey Sun 回顾湾区 5月份房市 持续攀升的情况 分享高端房产 现有的市场状况 展示在售的好房产 以及Summer Splash的内容 5月27 28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免疫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不到 本公司买屋卖屋及贷款 为您量身才一把准时机 买得低卖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精算子买屋卖屋及贷款 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贷款开心 真可谓贷款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卖屋庙 精算子出奇招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www.gingerlong.com查询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是范宇集团创办人Philip Hu 然后范宇在我们北家的 免费的电话号码 请大家听到记住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利用 888-831-8868 888-831-8868 就可以请教他们在北家的 各个的专业人士 Philip 那么在信托 常见的问题 还有常见的误解 您一定是见到太多太多 这样子方面的疑问了 来跟我们旧金山的朋友们 讲讲这方面的问题和误解 好 我们常常被问的问题 就是身体信托有没有税的问题 那信托如何报税呢 通常第一个 我信托只是我等于 我用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还是我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当你把资产转到信托里面 没有任何税的问题了 因为你还是左口袋放到右口袋 你还是你 你并没有给掉或者卖掉 这是第一个 那报税的话 那信托里面的收入呢 也是因为本来就是自己的税号 他的tax id就是自己的social 所以他的income都流到个人来报锁的税 所以信托本身是不用 生前信托本身是不用报锁的税的 它是流到个人了 所以你在生前信托放的生前信托的财产 记得就是跟自己来拥有一样的道理 那第二个来问题呢 常问的就是说 那我是外国人 我可不可以做生前信托呢 答案是可以的 trust 第一次可以是外国人的 可以是外国人的 那需不需要呢 当然外国人在美国买房地产的话 当然也会经过probey的issue 也是有传承的issue 所以外国人买美国财产的时候 也应该有一个living 也做一个living trust是应该的 那资产的方面 其实我们来讲 因为你基本上有一个房 有房地产就应该了 对不对 每年生前信托 每年有没有费用呢 因为在美国的特别的好处 就是信托的设定人管理人 跟游泳人都是自己的话 你每年会不会复理 自己会要复理自己管理费啊 需不需要 这个要专家 Philip来解释 当然不需要了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今天不需要的话 除非你做修改 有可能早速修改几百块钱一次的费用以外 每一年并没有任何的annual fee 所以生前信托只有一次set up fee 然后呢 transfer title的费用 以后做唯有的主要是就修改了费用 修改费用 对 然后呢 常常问生前信托可不可以贷款呢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的 就是跟自己一样 只是银行里可能要帮你加一两个配置的额外的东西 所以你要通知银行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房子改成我自己 从我自己改成我的生前信托了 那银行可以帮你做 通常大部分银行都会 少数银行不懂的人的话 你要去问他们 问他们一下就好了 就跟着叫他们找懂的人问一下就好了 其实生前信托 当然是可以贷款 其实生前信托就像我的大的控股公司 下面拥有我的房产了 拥有我的公司了 这些都是在我信托底下 这样子的话 我像一个大洋伞也好 可以避开所有的遗产验证的问题了 还有常常问生前信托会不会失去控制 那如果生前管理人都永远都是我的话 你认为会不会失去控制呢 不会 当然 当然不是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生前信托可不可以避开法律诉讼呢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是自己的名字 是的 生前信托就等于自己永远一样了 那生前信托里面的财产 有没有遗产税的问题啊 没有 有的 因为还是自己的了 对不对 我故意这么讲 要听听看你的答案 是的 是的 我们了解 就让加深观众的印象 对不对 其实记得 我经常这样讲 大家知道 生前信托其实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的 所以没有税的问题 也不会失去控制 但不能避开法律诉讼 也不能避开遗产税了 不能 那常见Living Trust的 误物的 错误的意思是说 我记得是把成立信托以后 忘了把资产放进去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 unfunded 或者没有设计好 受益人的条款 没考虑周全 或者以为是法律诉讼保护 以为没有遗产税 都是错的 对不对 是 然后呢 再来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没有 还有隔一段时间 是不是要来review一下 你的情况有没有变 是需不需要 生前信托做一些 update的动作 对 我觉得每个人 自己都应该 sophisticated enough 知道什么时候 应该要去修改了 是 还有呢 藏了另外一个问题呢 人不在美国 可不可以设立信托啊 只要有资产在美国 就要啊 是 那人不在美国 可不可以设立呢 可以的 唯一的多一个动作 就是什么 你的公正 因为信托必须公正 嗯 那公正的话 你如果人在海外 就到当地的美国领事馆 美领馆 嗯 去公正就可以了 就合法了 就合法了 所以呢 这是唯一的条件 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美领馆的公正 是美国所承认的 嗯 对 OK 那再来一个问题呢 大家常问到 到底生前 那我生前信托 可不可以做遗嘱就好了 那我通告了一点 对啊 是不是 嗯 好 那有几件事是 遗嘱做不到 而生前信托可以做得到 例如 遗嘱不是合约 他有受益人 但不是合约 所以你光写遗嘱 没有办法避开遗产验证 可以要被challenge的 不是说写遗嘱的话 你光写遗嘱的话 是经过要经过 遗产验证的 嗯 第二个 你光写遗嘱的话 只能管人走了那一刹那 你的财产怎么分配 嗯 你在过世以后 你想想看 我可以 我想把生前信托改成不可撤销 然后或者我要变成AB trust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安排 遗嘱就没有办法做到了 哦 法律不允许 是 还有呢 再来呢 就是说如果我还活着 但是 但是我已经失智了 失去行为能力了 这个时候 谁来帮我做medical 跟我financial的decision呢 嗯 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 授权人的话 就patterny的话 当我们失智或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 这个patterny就失效了 所以有一种特别的patterny 叫duablepatterny 就是当我们失智或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 还继续生效 我们做的信托里面 就包括这个duablepatterny 哦 这个很重要 我们人到底要不要把管了 要不要做任何反正是decision呢 这些都是很重要 啊 生前信托可以指定 但是遗嘱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没有 是 所以呢 生前信托可以做到 在我们失智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 做任何决定的代理人 第二个 我们财产的分配 按照不同的情况下 可以做不同的安排 加上可以避开遗产验证 如果价钱又差不了多少的话 那你认为是不是生前信托远比遗嘱好得多了 哦 by far by far 在遗嘱上 当然可以写说 哦 以后我要谁谁谁来支配我的财产 但是它不具有法律的效果 是的 嗯 然后呢 再来我们就讲了说 还有呢 就是说 你今天来讲 生前信托还里面还包括一个遗嘱 什么包括一个遗嘱呢 我们信托里面财产没有问题 但是有没有时候可能在有的财产 没有忘记了 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在信托里面 它经过probate的 要经过遗产验证的 就是说经过遗产验证 是不是我们还再加上一个遗嘱 说这些财产在信托以外财产 经过pro 遗产验证以后再放回信托里 做统一的安排了 嗯 这个信托里还包括一个叫pover will 这个的好处了 那比如什么样的财产才要做这样的手续呢 没有 只是忘记放了信托的财产 我们要补充一个 就是说你财产够大 不够 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忘了放进去 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很可能 对 所以听我们这样讲 我们说信托里面还可以决定 要不要做ab trust啦 保护配偶再取啊 或者是说做可撤销便不可撤销 这些通通包括在内的话 其实很多人就认为信托的价钱很贵 但是我们transglobal的好处 我们把很多问题都standardize 然后把那问题都整理出来 我们也用很多短视频告诉你这些事情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节省很多律师的时间 哇对 而且又大家比较容易懂 甚至你怎么填表 我们都录了视频给你 告诉你怎么做 是不是可以去除大家很多的问题了以后 这样子来说 我们才可以在美国50个州 我们信托的费用只要1450块钱 哇 真是平民化 我们把很多东西 第一个我们可以做量 第二个我们把很多该做的事情 都strainline 把简化 然后用各种短视频来教导 所以大家需要跟律师的时间 是不是少得多了 呀 真的是 很多时候就更不需要跟律师谈 因为都已经解释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费用可以这样的做到最便宜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再要跟律师多谈的话 我们再另外收钱 所以但是基本上 就是1450块加上公正的费用 再加上 如果你再没有把一个 transfer release 对不对 这些都是一个费用而已 所以说 是不是很平民的价钱 我觉得非常亲民又平民 菲勒巴 那您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应该开始要做living trust的呢 你只要买了房地产就该啊 嗯 越早越好 是 当然就是因为你有这些需要probey的资产就应该要做了 早点开始准备了 对不对 今天因为将来上 你可以花少许的钱 但是你可以安心很多 而且这里面还可以安排你将来很多安排 甚至说我如果变资产多一点的话 我可以说不可撤销 我可以付八代付十代 都可以在里面做安排了 嗯 是不是 要活用生前性多的优点 对 还可以several generation down 都可以cover在里面了 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 能够保护很多代 甚至说你可以说 从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然后我们自己失智或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 谁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还有呢 有些不到18岁的孩子 如果当母亲过去或父亲过去 你不希望你的配偶来做孩子的监护人 你都可以在信徒里指定 哦 明白 因为可能夫妻离婚了 或者先生再婚了 那这个时候孩子呢 你不一定希望先生做监护人的时候 可是by law natural parents 第一个除非你指定 对 所以指定是非常重要的 是 甚至还有人 妈妈替孩子买了life insurance 孩子做受益人 孩子是万一未成年 他的保险理赔是可以赔到孩子身上 可是由监护人来决定这财产怎么用 哦 你看看 所以这个指定监护人是不是特别重要了 特别特别重要 所以你像我刚刚讲 是不是有很多原因 很多人都应该做这些living trust的好处 都应该做这些问题 真的是死才能够瞑目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讲 所以我们已经把很多不同的category 包括你要决定你的受益人是谁 你的财产要怎么分配啦 你要怎么安排啦 是马上给孩子啦 还是等了孩子几岁以后再给他啦 还是你如果还有一个问题 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配偶过世的时候 你surviving spouse不是美国公民 你要马上先打遗产税啊 除非你在 是 是不是 明白 你还有没有需要特殊照顾孩子 这些都是我们范语提供的生理训组都考虑 包括你 实质的时候财产的监护人 代理人 你的medical的代理人 这些还有监护人都在我们 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么多问题都帮你考虑好了 是不是真的是来着既便宜 但是又很complete的东西了 对 所以每次听 Philip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解的时候 又觉得 very easy to comprehend 理解起来非常的容易 但是讲话呢 又不是说很死板的上课式的 让人难以接受 就是一口气 从头到尾听完 还觉得意犹未尽 那范语呢 也有很多到北加州来做seminar的讲座 并且那个做讲座的时间 就比我们在电台上面更多了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participate 只要记住一个电话号码 888-831-8868 888-831-8868 听众朋友把这个电话号码记起来 在任何范语一站式服务范围之内的 他们都有专家专人专职的经纪人在这边 保护您 在这边提供您 最有益处的这些建议 谢谢Philip 所以我们做个小广告 5月13号 我们还会在Fremont 做一个传承跟信托的演讲 5月13号 好 谢谢您 谢谢 拜拜 拜拜 如猪如宝 念白居易的枇杷形 有大猪小猪着玉盘之举 想想会是一个什么情景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 大猪和小猪 珍珠对于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意义 中国人常常形容心爱的人物 说是如猪如宝 就可以想象珍珠举足轻重的地位了 酷爱的程度 甚至要把它磨成粉末 变成珍珠粉 一并吞进肚子里 顺便健脾异胃呢 现代宝石学 写珍珠Pearl一字 一指是天然珍珠 Natural Pearl 天然珍珠现在已经几乎绝肌了 大部分市场上的都是养殖的珍珠 Culture Pearl 珍珠和养珠都是在海中的软体贝壳类所产 故又称咸水珠 而淡水珠则产生于湖或河 要应付全世界爱珠的人的需求 单靠潜入海底 找蚝采珠是不可能的 养珠的商人要大规模培植珍珠 也实非易事 幼蚝一般要活到三岁 才可以接受珠盒子的种植 此后又要再等最少三年才能拿出养珠 不是每只蚝都会生猪 有生的也不一定是复合珠宝出口的植素 平均培养16只蚝才能得到一颗养猪 大规模的养猪场 有可能有多至百万只的蚝难 养猪培植的技术 在20世纪的初期有突破性的发展 功不可没的是日本珍珠王玉木本 Mikimoto 玉木本生于西元1858年 年轻的时候对于生产珍珠的软体 贝壳动物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和妻子努力不懈 穷一生的积蓄和尝试 终于成功地取得了养猪培植的专利权 时至今日 Mikimoto的珍珠仍是养猪业中首屈一指的品牌 出产的养猪直速高 每件首饰均附有原装品牌的证明 昌星集团正是Mikimoto珍珠的独家华人荣誉代理呢 下集我们再畅谈日本珍珠 南洋珠和大西地黑珍珠的分类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礼拜四晚同一时间再会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